高雄警方是破了一起飞车抢夺案 一名抢匪在三多商圈这边骑机车行抢 大白天的还下手 正好被巡逻远警撞见 马上被制服了 更多内容交给崇文 我们路口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了 大白天的富人在高雄的三多商圈 那么拿着包包很悠哉的行走 不过这时候呢 抢匪已经盯上他了 然后呢他先骑机车回转 那么富人完全不知情 这时候抢匪迅雷不体验的速度 顾忌重施抢走了皮包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远警立刻飞扑过去 身手非常的利落 把抢匪制服在地 那么再看一次远警 看到歹徒出手的时候 立刻于耀而上 把歹徒给扑倒 那么警方指出呢 抢匪专门挑穿着时尚 拿着名贵包包的富人下手 为了抓到这名抢匪呢 警方过滤了两百多次的监视器 同时厘清歹徒作案出没了地点 再派人在路口埋伏了六天 终于把他给逮捕 这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近情形 记得还给彭林出播 好的谢谢全文